OBD-2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电热塞控制模块电路高电瓶是什么意思?OBD车载诊断程序代码P0384是通用的,涵盖所有品牌的最新型号柴油发动机,包括在福特、稻奇、雪佛兰、GMC和大众汽车中发现的柴油。 要了解此代码的重要性、其后果和症状,重要的是了解工作中的动态。 与传统的燃气发动机不同,柴油发动机不依靠压缩的燃料混合物和点火电源即可工作。 柴油比汽油发动机具有更高的压缩比。 这种高压缩力导致气缸中的空气达到600度以上足以点燃柴油。 当活塞到达气缸的上止点时,高压燃油喷入气缸。 当遇到过热空气时,它立即点燃,膨胀的气体将活塞向下推动。 电热塞由于柴油发动机需要过热的空气来点燃燃料,因此在发动机冷时会出现问题。 当启动冷发动机时,当空气的热量迅速散失到冷钢盖时,很难使空气过热。 电热塞是解决方案。 安装在气缸盖中的铅笔形插头会加热直到发光10秒钟。 这导致周围的气缸壁温度升高,从而允许压缩热充分升高以进行点火。 典型的柴油发动机电热塞。 电热塞电路该电路在所有柴油机上都很常见,但用于即时电热塞运行的组件除外。 车辆将配备电热塞控制模块,或者PCM将执行此操作。 代替维修手册,只需制电汽车配件商店,并询问他们是否出售控制模块。 如果不是,则计算机控制时间。 电池检查电池是否充满电。 气缸中的压缩空气仅保留其热量一秒钟,因此发动机必须迅速翻转。 电热塞继电器外观类似于远程启动继电器,通常位于启动继电器旁边。 两者不可互换,因为电热塞继电器根据设计可处理更高的安培数油温传感器PCM使用该传感器感测电热塞的时间和持续时间。 电热塞保险丝点火开关向电瓶供电。 当PCM计算机为地面供电以致动电热塞继电器时,或者在模块计算机的情况下,它将为地面提供电热塞控制模块或PCM操作原理。 当点火开关打开时,它将为电热塞继电器供电。 计算机或控制模块将为继电器提供接地以使其启动。 决定因素是机油温度传感器。 当计算机感应到引擎冷时,它将通过提供接地来制动控制模块或继电器。 激活后,继电器将为电热塞供电,持续时间由计算机或控制模块确定。 如果车辆具有控制模块,则只需向继电器提供定时接地即可。 它将有一个保险丝电源,并且计算机会为接地提供电源。 当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通过电热塞控制模块电路检测到高电路状态时,将设置P0384代码。 症状电热塞警告灯将点亮,发动机在温暖的天气下将缓慢启动,或者在寒冷的天气下无法启动。 如果发动机确实启动,则会发出明显的暴震声,直到发动机预热到工作温度为止。 从硬启动中燃烧掉多余的燃油时,废气中会看到白烟。 直到气缸盖温度升高到足以支持完全燃烧为止,发动机才会出现明显的失误。 电热塞警告灯点亮,潜在原因它们的预期寿命为3万-4万英里,已经达到其使用寿命,需要更换。 不良的喷射时间将导致电热塞过度磨损。 在更换时间之后,电热塞寄电器或计时器模块被卡住会比跳蚤跳到慢速运动的狗上更快地将它们烧坏。 诊断步骤和可能的解决方案首先检查电池是否充满电,检查接线是否有问题。 使用电压表检查电热塞寄电器主电源端子的电池电压。 让助手打开钥匙,检查对端是否有压降。 如果压降超过半幅,请更换寄电器。 按下钥匙,检查点火开关到寄电器的电源。 方法是断开机油温度传感器并打开钥匙,检查计电器是否动作。 激活后将单击。 除去小计电器端子上的接地,然后将其跨接到地面。 如果现在可以正常工作,则模块或PCM出现问题。 检查电热塞是否断路。 从电热塞上拔下连接器。 使用测试灯并将其连接到电池正级。 将每个端子触摸到电热塞。 每个都应显示出良好的基础。 它们也可以用欧姆表进行测试。 每个电阻应小于欧姆或非常低的电阻。 其他与电热塞相关的故障诊断代码。 P0380、P0381、P0382、P0383、P0384、P0671、P0672、P0673、P0674、P0675、P0676、P0677、P0678、P0679、P0680、P0681、P0682、P0683、P0684。